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落叶当中然后头枕着一把吉他 可以说显然这是一个文育女青年的这种装扮 那在这种造型和环境的烘托之下 这张照片呢很适合表现 就是说一个文育女青年 她在就是温暖的午后 她有一些什么样的小情绪 她在这里吃饱了撑的干点什么事情呢 这就是这一张照片呢 可能会传达给观众 看这张照片的人一些零零散散的一些信息 那么拍摄完这样的照片之后呢 如果我们想强化这些信息 让它显得更突出一些 真正的作品呢 实际上能够烘托出一些气氛来说 就会让你的照片呢增色不少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后期 为整个照片服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在 那么既然咱们想将这张照片打造的更文艺一些 让这个文艺女青年的气质呢再出来一些 而整个照片呢 也这个气氛呢 也更浓郁一些 所以呢 咱们的后期呢 是朝这个方向走的 那么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有文艺气质的这种照片 和我们之前所调出来的 或者说以往大家最常见的小清新的照片 又有什么差别呢 实际上单从色调来说 色调来讲呢 差别不会特别大 因为无论什么样色调 你可能都会拍出来小清新的感觉 但是呢 如果是浓郁的色调 小清新来说呢 并不是特别好控制 但实际上浓郁的色调啊 对比比较强烈的这种色调呢 也是会有小清新类型的照片的 那么单从色调上 无法区分文艺还是清新的感觉 那么文艺的感觉 在哪里呢 实际上更多的是照片的内容 这张照片的内容呢 实际上还是有一些 它的文艺的信息 吐露出来 这个文艺的气质在哪里呢 实际上更多的是 模特他自己的情绪的流露 情绪更多的是 与清新的感觉 是有一些差别的 当然呢 无论如何 每一张照片 它的风格是怎么样的 气质是怎么样的 跟它的色调是 无法分开的 好 说了这么多呢 咱们今天调色阶段 立刻开始 这现在展现给大家的 就是一张原片 这张照片的原片 是这个样子 大概是三四点钟下午的 拍摄时间 应该我记得是 11月份拍摄的吧 看一下信息 对 11月 14年11月3号 下午3点42分 进行拍摄的 这张照片呢 拍摄的时候 阳光特别的好 来一个逆光的 这种方式来进行拍摄呢 是一个 比较常见的 一种拍摄方式 而在逆光的这个 方式拍摄的时候 可以有效的 让模特的肢体 跟这个逆光的 太阳 这一个点 发光的这一个点 进行有效的互动呢 实际上可以取得 有一个趣味性的感觉吧 那么在 躺在这个草地上 满是落叶的 这个地面上 然后呢 他传达出一种 什么样的情绪 那就需要模特呢 去自己去把握 也是要看摄影师 我们去拍的时候 能否把握住 那一瞬间 他当时的那种情绪状态 好 这张照片呢 我希望呢 他呈现出来的是 相对来说 对比比较强烈 浓郁一点 厚重一点色调 他呈现出来的 结果会是什么样子 咱们 调完之后看一看 既然想浓郁 又有点文艺 可能 我觉得 还是比较暖的方式来处理它吧 所以说色温这一块呢 我觉得 适当的加一些温暖的色调在里面 而绿色和紫色这一项呢 我暂时先不去动它吧 对比度 因为刚才强调了 对比度我们是要让它强 强化的 所以说在对比度这个项目当中呢 我至少要提升一下 我简单的提升了50 咱们再往后面调整的时候 如果它不合适 咱再重新的来修正它 白色色级和高光 这两个呢 是调整最亮的部分啊 我们 我觉得 天空还可以回来一些细节 或者说一些树木远处的部分 还可以让它找回来一些 所以说这个白色色阶呢 我还是会降 降呢 可能会降的比较多啊 降70 让周围 环境 尤其是天空的部分 还有一个重点呢 是和手 手互动的这个阳光部分 如果将白色色阶降回来的话 阳光的细节 那个光的区域可能会减少 这样一来呢 它的细节都会更明显一些啊 好 然后呢 高光部分 我也需要适当的再降一点 这个部分呢 控制的是 中间调偏亮的部分 所以说背景 远处的这个天空呢 降的会相对来说多一些啊 如果想让它呢 稍微亮一点 不会这么暗呢 可以适当的提升一点点 不用降太多 好 咱们降 60 好的 那么阴影和黑色色阶部分呢 实际上是控制画面啊 暗部 这不言而喻了啊 黑色色阶的部分 纯黑的部分 就最接近黑色部分 就是黑色色阶来控制的 所以呢 我希望把这个项目提到很高 就是让暗部的细节呢 再显示出来一些 我暂时就先拉到100啊 看一看最后有没有需要修正的部分 阴影的部分呢 就是中间调偏暗的部分 我们也给它适当的提升 增加30 这样一来呢 整个画面我们可以看到 有点接近HDR的效果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把暗部的一些 一些区域啊 给它提亮了 提亮之后呢 整个画面的细节更丰富了一些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走啊 清晰度这块 我需要增强一些质感 或者说 区域性的一些对比度 我把这个清晰度 需要增加 比如说25的值 整个画面的色调呢 我希望通过的这个曲线来 最终给它定调 所以说 在鲜艳度这块 和饱和度这块呢 适当的我给它降一点点 就是说让整体的饱和度 鲜艳度呢 是稍微有一些 减少的 减少了 它是包含所有画面当中的一些色彩信息降低了 但是呢 我们有目的性的会提升一部分 区域的色彩啊 进入到就是色调曲线这一块 这一块是这一次调测视频过程当中的一个 最核心的部分 可以看到这个色调曲线这块有通道 以往我们直接调整的是RGB 这个曲线 这个曲线调整呢 是影响到整体画面的所有色彩信息 而我们其他的通道 红色蓝色 绿色这三个通道 实际上是分别调整 这三个大类型的一个颜色 比如说我们先从红色开始 我将红色最简单的方式 一个锚点在这个曲线中央拉上来之后呢 整个画面都变红了 变暖了很多 而这个暖呢 实际上是影响到整个画面更多的部分 我将底下这个锚点向右拉 怎么不跟我走啊 怎么这么淘气啊 看怎么把这个锚点干掉了以后 就变成这个样子啊 可以看到这样的效果呢 实际上也是趋向于艺术的那种效果啊 让暗部呢增加了很多红色 好咱们现在不需要那样的效果 所以说这个锚点呢 是向右移动的 好 向右移动 向右移动 实际上增加的是拼绿的颜色 但是画面呢 体现的不是特别的明显啊 不像这样 直接干掉了一个锚点之后呢 它相当于一个平的锚点在最左侧 实际上增加了很多红色 如果增加到最高处呢 就是最红的颜色 大红色 覆盖了整个画面最暗的部分 那么我们 依然采用这种方式 这样一来呢 红色赋予这张照片的部分呢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 增加了暖色调 而暗部呢 我们它整体增加了中间调 实际上是增加了暖色调啊 我们调整了中间部分 而暗部下边这个锚点 起的作用呢 是红色相反的方向 增加了一些绿色 偏冷的一些颜色啊 实际上对比之后啊 整个画面当中的色彩信息是相对协调一些的 所以说我们在下一个 曲线条件项目继续走 继续按照进入方式 这下绿色呢 就更明显了 直接提升上来的话 会很明显的增加了整个画面的绿色的感觉 那这样一来呢 我想中间偏暗一点的部分呢 绿色部分在减少 而绿色部分往右移动的更多的是增加了紫色 所以说呢 我这个锚点呢 适当的 适当的有一点增加 绿色相反的那个方向的颜色 而相对中间带有偏量的部分呢 我适当的还是要增加一些 增加一些绿色的 让整个画面呢 看上去更有那种文艺的气质啊 好 现在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还可以了 那么最后一项增加蓝色的部分 蓝色的相反方向是什么呢 接近于就是大黄色啊 不是橙色了啊 就是大黄 大黄 黄天是一条狗的名字 这个上面增加 一样的是增加蓝色 而往这个方向呢 是增加黄色 那么我们针对蓝色 需要怎么调整呢 我觉得 这个整个画面 是由橙色跟绿色啊 是整体给它定下来的这个基调 但是呢 蓝色 我想在高光部分 高光部分 你看 往这边移动是蓝 往这边移动呢 是大黄 这块影响的是高光区域 我想高光区域呢 有一些蓝的感觉 好 这样的感觉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看到最亮的部分天空 就是远处树林虚调的那部分天空呢 变得更蓝了一些啊 这样的感觉呢 实际上让整个画面呢 更清亮 更有那种水润的感觉吧 是不是 好 那么我们在这个曲线 色调曲线这部分呢 实际上就已经完成了我们的工作 我们再回顾一下 红色 我们采用这样的方式的曲线一个调整 绿色 是这样的一个曲线 增加了两个锚点 而蓝色呢 没有增加锚点 直接移动的是最顶端啊 控制高光区域的这个锚点 向左移动 向左移动增加蓝色 好 那么回到RGB呢 实际上它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这是因为我们 对这张照片来讲的是分通道进行的曲线条件 好 继续往下走 在这个部分呢 实际上 整个画面的细节 某一个区域的饱和度和明亮度来讲呢 我们 几乎不需要太调节什么 而我希望如果强化整个画面橙色的部分呢 就是对这个叶子的强化了 所以说呢 我需要将这个叶子啊 比如说我先拉头 让大家看更明显一些 就是这个叶子 我想让它饱和度增加 可能有些人就会说了 你之前不是降低了先夜度饱和度吗 虽然降的不多啊 但是你还是降了 为什么这儿有增加呢 你不是自己抽自己脸吗 呃 并不是这样 之前我们降低的是整体 而这部分增加饱和度呢 是局部 局部 你听这个名词 局部啊 好 那橙色增加了饱和度之后呢 黄色我也要增加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黄色也是包含在整个画面啊 想要提升这个叶子部分的主要的区域 所以说这个部分也要增加一些 好 那整个画面的基调呢 基本上就定下来了 而下面分离色调呢 针对这张照片我不想操作 呃 这部分呢 比如说啊 锐化的还是按照 呃 以往的惯例啊 我们增加 100的锐化 减少杂色呢 20 呃 颜色呢 是达到100 这个 呃 相信看过之前视频的朋友们都知道 我到底是在做什么啊 按角呢 这个部分去掉 呃 为什么我要勾起这个呢 实际上 因为它这个畸变还是 相对来说大一些的 所以说 我需要让它呢 帮助我校正一些 使用的是24毫米的 这个广角的定角镜头拍摄 所以说它的畸变呢 相对来说 相对85毫米啊 50毫米会大 大不少 所以说呢 还是需要让它 帮忙纠正一下啊 麻烦您了 下面呢 就是 按角 那既然一张相对文艺一点的照片啊 我们需要用色调来 轰托气氛 那么突出重点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借助这个 呃 按角来帮助我们 按角实际上呢 我增加的也不会太多 呃 起到一个简单的 就是突出中心 呃 人物的部分 这样的感觉就可以了 这个实际上 呃 可有可无 但是呢 如果是呃 想让中心更突出 人物更突出的话呢 可以用这个 按角的部分 好 整体在lightroom当中 对这张照片的一个调色过程啊 就已经 搞定了 搞定了之后呢 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 其实呢 当时拍摄的时候啊 这张照片的构图呢 并不是特别的完美 但是呢 如大家知道的那一样啊 就是摄影是一个遗憾的艺术 所以说 即便是我们 努力的去把它拍到完美 呃 还是有一些细节 不是令我们特别满意 比如说左侧的这一个 近处的这个 呃 树 这一棵树在这 我觉得特别抢眼 那我一看上去 除了模特之外 就是它 抢眼了 所以说我想 用裁剪工具把它干掉啊 真是 就心头之恨 裁掉它之后呢 如果想让 手这个位置和阳光这个位置 更接近于我们的黄金分割点啊 就是 呃 这四个点上 能够 突出它 所以说 我想 让下边这部分呢 再减少一部分 也就是让 这个点呢 更接近手和 阳光的部分 好 确认 这样一来呢 整个画面呢 几乎啊 不会有那么 抢眼的部分 离模特那么近 呃 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 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还可以吗 好 进到这里呢 我们就进行下一步 在那 在photoshop当中 编辑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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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